先討論這個經文 羅牙書八章二十八節 首先解釋這個經文 然後講出到底是怎樣發生 到底神會做些什麼 法人神聖誠的查經法 這不是只是法人神聖誠的查經法 而是去了解在這個過程神會做些什麼 然後在實際的生活例子和聖經的例子 將這個形容出來 這個過程讓我們更加看到 什麼經文當地形容 可以看到神很多的作為 看到神經常參與在我們的生命中 神如何改變我們 如果我們跟著神的方向改 就會做生命題先 首先解釋這個經文 羅牙書八章二十八節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備自的人 看完英文就會更加容易明白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意思就是說 所有的事 所有事就是包括順利和不順利的事 都是互相效力的意思就是 這些所有事都會一起做工 一起做工 這個互相效力就不同 好像我效力於你 你效力於我 未必是一定有個人效力 不過總之這些事情全部都會發生 會有一個效果 就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備召的人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問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他會得益處 得到幫助 到底 後面那句 按他旨意備召 按他旨意備召 即是神呼召的人 信主的人 跟從主的人 到底是不是所有被他呼召的人 都一定愛神呢 其實一定愛神 不過愛神該多少 因為如果 若有人不愛主者的人 可做可就 他不會得救 得救的表現之一 是愛神 信耶穌得救 但信耶穌一定會有愛神 這也是最大的誡命 如果一個人 信耶穌但他經常仇恨神 經常憎恨神 或者對神莫不關心 這樣的時候 他就沒有生命 問題是 是不是所有被他召的人 都是愛神 在英文看會比較清楚 那些人 就是愛神的人 是神所呼召 那些人是神所呼召 那些愛神的人 是得救的 愛神的人 是得救的 那是得救的人 一定愛神呢 不是一定的 那些愛神的人 他們都是得救的 但有些人 他們是得救大於愛神 或者應該說 他愛神很少 那些人 首先說 現在應用 就是得益處 那其實神的益處 是否只是給愛神的人 那聖經也有說到 神用日頭如水 都是給好人壞人的 那壞人 就是不信耶穌的人 都得到益處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好處 全世界的人都得到 不過呢 那些是普遍的好處 有些神指明 就是特別在耶穌裏面的恩典 那些就是信主才有的 譬如永生 平安喜樂 力量 那些就是信主的人有的 另外還有一些 更加愛神 全心愛神的人 有更高的益處 在《經文之詞》 就是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就說到勞苦丹重丹的人 可以到他者裡來 他就是使喚得安息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就是 你們當負祂的握 學祂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說到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 你找耶穌便有安息 這是平安 第二個層次 就是你肯聽耶穌的話 你會負耶穌的握 做耶穌要你做的事 學耶穌的樣式 這樣你的心 就必能夠享安息 就是深層的安息 就是一個更深度的安息 譬如我在信主的時候 和我現在的平安是不同的 就是我起初的時候 我就是我自己得到救恩 自己得到平安 那我有那種平安 就是我自己的 但是當我幫人看到人得救 我很開心 得到人得釋放 我很開心 就是生命被提升了 就是愛神的人 他有這麼多的提升 譬如我現在和初遂很不同 就是我一祈禱 就是有喜樂 立刻有力量 隨時隨地 任何時間都有力量 即時有神的愛 即時有神的能力 和為人祈禱 都是看著他經歷聖靈的 看著他真的很滿足 人可以得到幫助 但不是驕傲 感謝神 神會這樣做功 這個就是整個生命提升了 另外呢 第一處是什麼呢 婚姻會更加美滿 因為我肯聽神的話 處理我的婚姻 以致婚姻是榮擾神的 同人關係 事奉 都一樣東西 無論去到哪裡 就算人家有時對我不好 我也是一樣對他好 始終有益處 即是真是愛神的 但是我們問下一個問題 這個很重要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發生 什麼事因此發生 我們先在談的時候 有時我們不太聽話 或者有時不太驕傲的人 不驕傲的人的時候 就發覺心就不舒服了 這個很奇妙 你一生氣的人 很悶 心很悶 很想吹逼你去道歉 或者對他好 但是我們的心又不驕傲 不驕傲呢 又是繼續悶 其實這種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聖靈用雪不初來的碳色體內 來通過 聖靈感受到這種 我們不聽話 於是聖靈就很憂傷了 所以我們裡面就很憂傷 很辛苦 就是聖靈一路做功 他很耐性 他又慢慢來一路做 那你先分享 就是 到底有多久神做功 有時整晚 整晚都不肯道歉 但是神就會一路做功 就是他一路做功 幫助這個人被生命提升 但是這個人肯聽話 他就真的會提升 他真的道歉 道歉 哇 咦 鬆了 哈利路亞 沒事了 即是立刻 一願意道歉 已經鬆了 即是覺得 一行就道歉 如果那個人接受 更加就很歡喜 就是整個人鬆了 那當他不接受 他一樣不理睬你 一樣是有不好反應 那又要處理下一層 他不處理 他不接受 那我怎樣呢 但又很奇妙 神就會跟我們說話 因為很多人都說 未聽過慶順德聖之前 裡面都會開始 那我跟他道歉了 他不聽我道歉 那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不開心 都會有這種聲音 神就會提到 讓我們鬆了 即是可以鬆了 那這就是 原來神 就一直提我們 改變我們 好了 那這樣改變有什麼益處呢 最好的情況 就是真的兩個人關係好轉 第二種情況 他不轉 但我們轉 我們更加忍耐了 我們更加喜樂平安 下一次遇到什麼人的問題 已經打了預防針了 有人有什麼問題呢 不用那麼在意 不用那麼猛躁 激起怒躁 心仍然有平安 起落 心有力量 以及有更高的智慧 越是處理得多 愛神的人就處理 不愛神的人不處理 一邊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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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找人說閒話 又哭 又哭 又自憐 又很淒涼 好像忘了神 只是想著這些麻煩 越想就越煩 但當我們想到神 我就發覺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人的生命 我自己記得 初期信主的時候 那時候有些人對我不好 但我依然對他好 我覺得不要緊 心就很鬆 其實初信主也有這種力量 那時候那個生命就會一直提升 提升的時候 這個人跟人關係會好 就算有些人對他不好 但總有人跟他好 他亦都幫到人 他的心裏有平安喜樂 沒有內疚 即是不會因為他做錯事而內疚 有力量 整個人的智慧提升 整個人被提升 當他越幫人 他整個人都會改變 他更加有神裏的自信 更加有信心 更加幫到人 他就會覺得 我人生很有意思 他有力量 整個生命被提升 如果他在這樣的情況下 才結婚 他又在結婚的時上 被神帶領 他的好處更加大 為何他會更加小心 有些人這麼容易說負面的事情 負面的異性對象就不要選擇了 那些負面的 他懂得分辨 他懂得尋求神的心意 他便會找到一個好的配偶 這時候 在這個婚姻更加好 他真的得益處更加多 有些人說 不是的 我不是的 我是 我是 結婚之後才相信主 我那個對象 都是對我不是那麼好 但有些好 就是他 他得勝得勝 始終關係會好轉一些 他沒有那麼受到影響 所以 他真的會一步一步提升 但這個益處的發生 就不是好像在天上 淋一聲 那些福氣 就全部都淋下來 而是 在一步步透過在我們裡面的工作 就是神很有耐性 一路提我們 一路提我們 提我們改 然後我們就聽話 聽話之後就得益處 那麽聖經有什麽例子 例如 藥室 在舊藥那裏 那裏 他一樣不受他的影響 一樣平安喜樂 他這個就提升了 很有信心 那麽神又跟他同在 第一個提升就是神同坐 他就有力量 去到 就是被人出賣了 都不怕 又依靠神 並一步一步提升他 其實他幾次遭災難 又被他的主母出賣 去到那個監獄那裏 那個官又不記得了他 但是他依然是拔著耶穌 他就始終一直被提升 其實基督徒都可以一步一步提升 我們知道過程 我們就明白這個經文 不是說到 神一聲你就什麽都離開了 是一步一步 當我們處理 管理好我們的生命 一步一步 我們的生命提升 我們 好像藥室 寶羅也是 寶羅 本來他 哇 我是更加愛神 我現在不是離開神 我更加愛神 為什麽受這麽多迫伯呢 被人又打 又用石頭打 又很多樣的迫伯 但他依然靠著耶穌 他就越來越喜樂 和力量更加滿足 更加整個生命發揮 所以我們看這個經文 原來當我們詳細去想 神做什麽 以至我們得到這麽 的時候 我們得的益處這麽大 好像上次的經文 聖靈用雪不出來的探色替我們討告 這句說話呢 就讓我們明白 原來呢 每一次有什麽發生 我的犯罪 或者我有什麽困難 聖靈就用雪不出來的探色 一直為我祈禱 原來他在幫緊我 我有什麽犯罪 他又會讓我感受到那種不舒服 當我親近神 聖靈那種意念又出來 又會有那種喜樂平安出來 就是神是整天陪著我們 整天祝福我們的 就是我的教導 很想強調 大家整天都想著 神都在祝福我 神陪著我 所以做釋放的時候 你也沒有問題的 神一定釋放我 完全釋放我 完全釋放我 完全自由的 邪靈一定走了 一定得勝的 有什麽困難 不要緊的 神在我身裏有奇妙計劃 沒有人能夠改變 即什麽經文都看到神的作為 就整個人都會很平安 輕省有力量 那這個就是 希望這個教導 讓我們整天都 深信神在我旁邊陪著我 神經常祝福我 經常安省我身上 那我什麽事都不擔心了 希望大家回家看聖經 都是這樣 其實聖經講很多好事 講什麽事 我們都 有些經文是直接講神做的 有些經文不是直接講神做的 就是講發生什麽事 但是在所有的經文 我們都可以找到神的工作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就看到神的工作 經常思念神的工作 那希望這個教導幫助大家 經常都想著神在我旁邊 神幫助我 萬事都會心效力 叫我去神得益處 神一定會在我裏面做工 改變到我 走完祂的心意 那我就得益處了 就是走完神的心意就得益處了 沒有走完就一定會受苦的 差一點都會受苦的 走完呢 那你說很難的 不要緊 你走完求耶穌神就行了 你越走越多 就越得福 越興散 那你的心就會有信心 有耶穌陪著我 不要緊的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感謝耶穌 阿里路亞 祝大家 在這些經文中得到幫助 深信神的作為 好 我們現在預備一會兒 開始做 經文中得到 阿里亞